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手 其实想要给大家说啊,想要说的那个 在菜市场啊,继续战斗 然后遇到了一个好路,三方一听的这么一个好路 当时呢,大家都在哄敏啊 然后就是,呃,围了很多人 这个时候呢,其实怎么说呢 菜市场呢,它是挺着急的啊 因为当时那个路确实是不错 但是呢,他们不能去出老千呢 因为他们是去那个 受那奥博呀,他们的监管的 出老千肯定不行 但是他们呢,除了出老千呢 他们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 在那儿数筹码呀 对吧 或可观呀,各种方式的去拖延时间 让那些,等着不耐烦那些人 心浮气躁那些人就离开 呃,当时呢 好多人呢,都在那儿越聚越多 虽然说有的人全是走了 但是呢,归根结底呢 就是很多老哥老姐呢,越聚越多 因为,毕竟大多数都是老玩家 好人遇着一个好路 大家就都聚过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一个经理呢,就在那儿一直打电话 叫人,好像摇人 摇人,后来呢 嗯,还挺紧急的 后来呢,好像对面终于回复 说这个联系到人了 说马上就到了 这个时候呢,这个经理呢 聊下电话,啊 尝出一口气,啊 就是,表情都淡定了 过了有那么 十几分钟吧 来了一声,啊 然后 这个人呢,就一出现啊 整个这个 就当时整个这个 排桌,这些所有的 这老哥老姐嘛,就 哎呦 就你听见整个人群中啊 就呜那么一声啊 就是大家都各种 惊讶感叹那种声音 拧在一起 呜呜那么一声 啊 然后这个人呢 长的呢 就是陈奎安 和八两斤的那么一个结合体 啊 呃,就脸上啊 全是那个 就跟陈奎安似的 就就就就跟那个月球表面似的 全是坑坑哇哇的 然后那个 眼睛那么着凸着啊 那眼睛就 眼珠子特别要蹦出来似的 而且呢 眼睛又是特别红 跟喝了大酒似的啊 红的 然后那个 嘴啊 咧背老大 而且那种 那牙那么着露着 就跟八两斤似的 那牙还那么着露着 然后当时呢 就是让人觉得啊 就是让人看的特别不舒服 心里头啊 呃,挺变着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老姐呢 就游戏是年轻的女孩子 就因为看见这个人心里不舒服 就就走开了 啊 甚至人群中当时听见 啊 叫了一声 啊 完了呢 这一下呢 就 很多人就走开了 然后 嗯 我记着当时是 派这个 何关 然后这个何关 当时呢 说了句话 就是 各位老板买定啊 买啊 他这么一说到 不要紧 他这一说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就是 他那个相貌啊 刚才我说了 是程废安 跟八两斤的 一结合体 大家以为是个男的呢 结果一说话 是个牺牲机器的女人声 哎呀 这就让人感觉更别扭了 啊 让人感觉更别扭了 这让人觉得不舒服 后来呢 嗯 有的人就走了 还有一部分 那是留下来了 然后大家还是急着推 啊 急着推 嗯 我记着是 怎么说呢 那会是 该打那个 祥了 然后大家呢 就都推那个 闲的上面 然后那个 我记着是 都推在闲上面 然后 嗯 那个 班长呢 开始 怎么着 发牌 然后 那一口是 五三八 闲 然后 庄那边呢 是 第一张 是一张弓 然后第二张呢 那个班长呢 怎么着 开出来 说自己看了一眼 啊 然后他先看了一眼 然后再怎么着 啪打开 是一张酒 当时 就是整个这个台子 所有老哥老姐们 就 哎呦 就这么一声叹息 就这一口 大家黑了 啊 黑完了呢 再加上这个 嗯 怎么说呢 就等于这条路就断了 好路就算断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班长呢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好多人就走了 那个时候呢 我也走了 啊 我也走了 因为我觉得 再这么弄下去的话 路已经断了 然后这个班长呢 让人看着太难受 我就走了 走了第一件事呢 我就是把我那个 当的那个迪通拿先赎回来 啊 因为手里头呢 有三十几个W 然后呢 那个 当了个迪通拿 先赎回来 赎回来之后呢 我就去找孙哥和李响 他们去了 啊 然后到那个 厅里头去找的 啊 当时呢 去的时候呢 他们那出了一条长龙的路吧 然后呢 那个 孙哥跟李响呢 就已经开始 就十个W 十个W那么推了 然后当时他们看我来了啊 就跟我说 二手来来来快 赶紧着 这个好路的赶紧着 我那会呢 就觉得哎呀 嗯 然后我走一看 哎 确实是啊 好路的 但是呢 已经出了 他那是闲 已经出了十号详了 然后呢 我有点犹豫 我怕我跟上你之后啊 这条路断了 啊 但是呢 那个 他们俩呢 又特别热情 特别着急的 就是说 这好像这么一机会 你赶紧着 然后呢 我就先推了一个W 啊 他让那个 孙哥说 你推这么少 干嘛呀 你那还有没有了 我说 我这还有十几个W 我说 推十个W 反正都推十W 攻进退 那个时候 我有点犹豫 啊 我怕黑面 啊 就这十几个W 对吧 我想慢慢打 但是呢 孙哥那么一要求 我耳根的一转 就推上去了 推了十个W 结果一开呢 哎 红了 哎 就这一红 我这心里头 一下就敞亮了 我这一下就是 有个二十几个W了嘛 然后 接着又推十W 啊 又红了 然后那个 那一口龙 就是打到 十六个时候 断的 啊 我之前 后来我就是 一直是推 差不多红了 有五个 五十个W 加上我之前 那个十几个W 就一下有 五十几个W了 啊 然后断了之后呢 松边呢 又说接着推 啊 然后那个 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能有双龙 能还再 再接下来一条龙 我当时有点犹豫 啊 因为这个 你去抹个时间越长 你越 碰见过那种 错终复杂 各种烂七八糟 路子越多 没有事是绝对的 啊 你你你 你越不敢 结果呢 他们俩就先推 我就看着 结果果然呢 又连出了四口啊 然后后来 我又跟 嗯 我接着那个连出到第七口 就是第二条龙啊 又断了 但是好歹我又又红了两侧 这一下呢 呃 彻底呢 这个算是两条龙就算是彻底结束了啊 但是呢 我就是已经不少米了 嗯 当时呢 手里头差多有八十几个米 然后嗯 想凑个枕打到一百 但是呢 又怕啊 又怕又怕那个 怎么说呢 打多了又那什么 就是又怕为了凑枕又黑回去 所以当时那个心情啊 特别复杂啊 松哥呢 也看不出来了啊 就说二手啊 这个干什么事啊 咱就要给他干透 玩就给他玩透啊 他因为他是东北人嘛 他说 他老劝我 喝那在一会儿喝酒的时候 他就老说 这个酒就得给他喝透啊 哎 就是给他喝喝到底 喝的明明白白的 玩就给他玩透啊 我说 行 因为我这人有时候老有点犹豫啊 老有点那个 怎么说呢 立场不坚定 或者说有点那个 优优寡断啊 但是那天松哥呢 就是给我的感觉挺坚定的啊 然后呢 我说行松哥 那那就接着玩 说玩吧 但是那会儿又有点那个 不敢再下中注了 就是 两个W 三个W 那么推 但是那天呢 跟着松哥一块推呢 最终就靠着俩三W 那最后也凑了整了 啊 也凑了整了 就是凑到一百个 打到一百零七个W 就到了 到了我们最后收摊的那一天 就是不是收摊 就是最后收工的那时候 我这一共 红标一百零七个W 就是记忆 之前那个 就是最近 就是那一段时间以来 再一次就是身家上了百个W 啊 当时那会儿整个人啊 就是又这么神清气爽 那么一回 啊 又神清气爽一回 这个时候呢 我就 哎 感觉任务达成了 然后跟他们俩说 说我就出关了 啊 出关我就 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这一次回家也好 干什么呀 底气就十足了 没两天呢 就收到那个通知啊 就是说告诉我说 又有那个 戏要开工了 啊 这一下呢 有戏开工 然后 因为这里头呢 剧组里呢 还要上回那个 挤的我那哥们 就是那个 我说要打包啊 他非常学狗叫 那哥们 这次我决定了 好好的啊 报复他一份 呃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